外媒称,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加尔德扎里夫7月23日在推撤,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进行回击,警告他小心点。 据法新社7月23日报道,扎里夫特意模仿特朗普前一天,针对伊朗领导人的号的推文写道, 包括我们自己的,而我们国家存在的时间,可以比某些国家要长,小心点。 报道称,扎里夫是针对特朗普7月22日的推文做出回应的,特朗普把布一条全部大写的推文警告说, 举信,这条推文是在回应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,等天早些时候的一次讲话,鲁哈尼警告华盛顿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, 与伊朗发生的冲突将会成为全部战兵之源。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4日报道,伊朗官员誓言将对美国的一切敌对行动进行报复。 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7月23日表示,美国及其盟友者会以武力威胁, 他同时宣布启用德黑兰一条新的空对空导弹生产线。 报道称,另外,面对特朗普的威胁,伊朗革命围队的一名高级军官赤之文,对伊朗的心理战, 他表示特朗普不敢犯下攻击伊朗的错误。 此外,据美国沃克斯网站7月23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深夜发布推文, 威胁要与伊朗开战,在保守派和特朗普内阁成员中,很多人都指责与伊朗开战。 报道认为,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,与伊朗开战也将是一场灾难。 报道指出,凭借军事力量阻止伊朗成为和国家的唯一方法是,美国投入一场几乎无限期的战争。 报道认为,进行如此长时间的战争,尤其是在如今的中东,后果将是灾难性的。 伊朗有实力让局势不稳的中东雪上加霜,它能够将矛头直接对准该地区的美国人,杀死他们, 恶化该地区的多场冲突,还可能威胁全球石油供应,进而威胁全球经济。 又据德国明镜中刊网站7月23日报道,美国也已宣布的一个目标是,从11月初开始,阻断伊朗的石油出口, 而伊朗拥有一个地缘战略施压工具,伊朗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海峡。 报道称,由于伊朗和埃曼穆桑代姆半岛之间的石油航路非常狭窄,因此通过相对简单的军事手段尽可控制。 不过,一旦发生直接武装冲突,不论是伊朗海军,还是全部伊斯兰革命卫队,都不是美军的对手。 报道还称,不过,汉堡一家能源信息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斯特奔布科尔德说, 若伊朗威胁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,大概就足以封锁这条海峡了,是否真会爆发直接军事对峙? 布科尔德认为不一定,他认为一场真战的军事冲突来你想象。 23日,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中,在德黑兰出席一条星空对空导弹声插线启用仪式,伊朗迈克尔通讯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